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的阳光格外好 虽然很冷,外面是零下14度 但是并不影响我美丽的心情 我的一颗卡特兰呢 BC买凯开得正好 请大家赏花 假如你在去年这个时间前后 看过我的视频的话呢 你或许对它呢并不是太陌生 这是我在去年圣诞节前呢 买给自己的礼物 啊,错了,是前年圣诞节 2018年的圣诞节 当时呢是很大的一株 我记得有开了七个花枝 花呢开了前后有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样子 在花后,就是四月中的时候呢 我把它分盆 2019年的四月中 那到现在呢是九个月的样子 当时呢我把它分成两部分 你有兴趣的话呢 右上角呢可以看到我分盆的视频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留下来的 是当时那一大盆的三分之一 之后呢这三分之一呢 长了四个心感 今年长了四个心感 那现在呢四个心感呢都有花 今年的花呢不是很多 一共是十朵 但是因为刚刚分过盆呢 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 这是BC 就是著名的叶夫人 我前两天呢刚刚介绍过叶夫人 我现在呢恰巧呢也有一株正在开花 放这儿吧 你看它的花呢是这个样子 稍稍呢有点像 另外那株 这个红色或者说深紫色的这个斑点呢 是叶夫人杂交品种呢特有的 这个纯瓣上呢看不到它的斑点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强的隐性基因 在所有它的后代杂交品种呢都能显现出来 这点呢真的很神奇 假如你看到这些卡特兰呢 带这些小小的这种斑点的 基本上呢都是叶夫人的杂交后代 今年这个花呢香味比去年明显一些 去年我怎么样都闻不到它的香味 那今年呢在早上的时候呢 可以闻到一点点香味 还是很淡 怎么形容它的香味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香粉的味道 其实真的是不明显 要贴近才能闻到 但是呢相比去年来说呢 已经算很明显了 这株卡特兰呢我用的质料呢 是松树皮 然后里面加了一点零星的水苔 长得非常好 整个夏天呢它都是在院子篱笆旁边 半阴的地方 在上午呢有四个小时左右的直射阳光 其他时间呢都是阴的 在树阴下 天冷以后呢一直在我室内南窗边 光线也还不错 我冬天呢又加了补光 在夏天的时候呢隔一天浇一次水 就是拿水龙头直接冲 在冬天的时候呢我是差不多一周或者是十天 泡一次水 每次泡的时候呢把这个盆呢都浸在水里 有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的样子 施肥的话呢夏天大约是一月两次 中间呢有一个月没有施过肥 因为我当时不在家 那冬天的话呢我几乎是没有施过肥 自从到了室内到现在我几乎是没有施过肥 它似乎呢对湿度和温度呢并不敏感 在室内室外看起来呢都长得不错 这就是我今天呢请大家欣赏的卡特兰 Primary Hybrid BC 买凯 喜欢我的视频呢请你点赞 希望看到我更多的视频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